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再度的把握上有所存疑,特别是对待枪支管理上需改进。 这也许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我开始以为这个枪手是自杀的,通常雇杀手的都是对手,但是不管这个和党派有没有关系,这已经让拜登连任封住了最后一扇窗。 多年以后,特朗普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一刻,我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于是我转了头,得以避难,上帝说这是他投给我的那一票。 美国怎么了?没有年轻力壮,思维敏捷地出来选。 让年老的拜登和谎话连篇的川普选总统,让中国加快赶超美国的步伐,习近平你赢了。 警方狙击手早发现枪手了,为什么不先开枪,一定要等枪手开枪后才还击呢? 要知道,美国就算普通警察遇到人,一次掏枪都会轻空弹夹。 魔鬼前驴技穷,他们想谋害川普的所有阴谋,必不得逞。 川普是神选之人,神必保守和看顾川普总统,他必胜,必在今年重返白宫。 天佑川普,虽然特朗普的同情分暂时拉满了,但是让他重返白宫,对全世界来说真不是什么好事,盟友不要了,世界秩序不维护了,对谁最有利? 谁最高兴? 民主国家发生总统被杀的事件属于正常情况,美国已经多位总统被杀,对民主没有任何影响。 独裁国家的总统才不会被暗杀,比如中国和朝鲜。 这种场面也只有民主国家才会发生了,在专制独裁国家,领导人哪敢露天演讲? 哪敢直面政敌和人民,就算敢露天演讲,安保也是里三层外三层。 我真的震惊了,美国这模不安全的吗? 还是中国安全? 如果在中国,最起码十里长街,你看不到人。 十公里范围内安保确保不会有一个蚊子叮黄上一口。 提词器应该是在舞台前方,而川普右耳重担当时,川普是转头,向右边讲话,当时的右耳应该在舞台后面。 请问,前面的提词器是要如何割伤后面的左耳? 没看到川普图转头,只看到川普头转向右边讲话有一会儿了, 徒手摸右耳蹲下,再站起来识右耳有血,如是右耳重担,抢手的位置是在川普的右后方。 川建国真是命大呀,看来是上帝保守。 枪声响了,老川后面的观众怎么那么淡定呢?一点都不害怕吗? 后面的群众太搞笑了,无动于衷,十分淡定。 来分析一下美式民主的优越性啊,什么美国的政治智慧就是妥协啊? 共产党就是你死我活残酷的斗争啊,讲一讲什么是美国权力的和平交接啊,笑掉打牙了。 即使我反对某个政治人物,他的刚领人品或掌权,我最反对用暴力解决, 特别是对方手无寸铁的时候,用暴力对付无辜,或手无寸铁就是恐怖和反文明的野蛮。 先别急,再看接下来会如何吧。 是象征着特朗普真的是天命所归吗? 还是说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 甚至是他的苦肉计? 依稀想起当年沉水扁的那一幕了。 王志安是海外媒体还是国内媒体? 一般国内媒体,包括台湾香港,才叫特朗普。 特朗普这个翻译特媒婆,令人生厌的称呼。 上帝保佑川普,川普必上。 这真的是大新闻,也是惊天大案了。 虽然川普不是总统,但还是前总,也是竞选人,而且还是美国,真的举世哗然啊。 人也是真的幸运加幸运,又是见证历史的时刻。 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反思吗? 一个国家前总统及候选总统都能被暗杀,是不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就像油罐车一样,猛攻中储粮,发现有金龙鱼就立马掩其吸鼓。 我看很多人说特朗普这次稳赢了,我认为是扯淡。 还有半年才投票,人的情绪是变化的。 只能说,经过此事,特朗普胜算概率提高。 说一定能赢,那就扯淡了。 而且,川普的目的是制造业回归美国,这对中国根本不是问题。 美国的人工、福利、工会、环保、工人素质生产出来的商品会是天价,在世界上也毫无竞争力。 多年后的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那天我好像听到了上帝在召唤我,于是我回过头,风声在耳边呼啸,所以我才逃过一劫。 上帝告诉我这是他给我投的一票。 特朗普是全美最富有的几百个人之一,他不向某些人离开政治就一无所有。 特朗普即便不当这个总统,也是个大资本家,他会为了给共和党当这个破总统,把命搭进去。 是不是自导自演得捡到所有的弹头做弹道分析? 如果那一枪是对着川普投去的,那就不是,因为这个不可控性太大了。 如果子弹不是对着川普去的,那就肯定是导演。 我希望经此事件,床铺宣布退出竞选,以养天年,然后白灯就此借破下驴宣布退出。 然后两党提出候选人年龄限制,最高不能超过65岁。 包括议员法官,几所以政府雇员。 说实话,好歹是内部问题,但如果哪天外国正要在美国发生枪击事件,那不就彻头彻尾的国际问题了吗? 随后,各国领导人去美国还是别安排户外行程了,全是私下场合得了。 不得不说,美国最近几年一直走下坡路,有时甚至有些不堪。 但是这次事件现场影像中,紧挨着床铺的支持者, 他本人还有上去保护的特勤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没有给美国丢脸。 还得是民主自由的美国,这种事如果放在其他国家是天大的事, 但是在美国就是一件平常的小事,果然大国都是经常见大场面的, 由内而生的松弛感。 这种松弛感是日本比不了的。 用中国话表达,川普这老哥真是命大,打中了耳朵,再偏一点,估计就危险了。 老天不收川普,必有大用,希望川普能做出点政绩,让美国看,也让世界看,希望中美关系越来越美好。 虽然知道,如果是造假风险也太高了,但这一切都太刚好了,不是吗? 警察对枪手视而不见,那么刚好的躲过子弹,那么完美的拍摄角度,那么傻逼的枪手, 如果不能证明是设计好的话,川普基本已经可以稳赢了。 某外媒记者,您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遇刺有何评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为了竞选总统当众演讲,就会被刺杀,国家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都没法保障, 这再次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重大缺陷。 自导自演,事先准备个血包,往头上一图看日本真正的刺杀吧, 这演得一点都不专业,日本还是进枪的,美国什么好枪都能买,平时也可以练习打把, 关键是,枪手还被灭口了,这效率倒是挺高。 空旷地却未发现射手,哪怕射手是嵌入在墙内的, 在这种地形下,安保团队也必然会发现, 没有发现,无非说明安保团队选择的制高点, 有明显盲区射防位置,就是个笑话, 另一种观点,那就有点阴谋论了,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回想到疫情严重时,老川鞋专家频繁及时出面, 想公众公事状况的情景仍立在目, 英国首相也是这样,自己也染上了,住进了重症室。 对比之下,墙内又如何呢? 危难时,从大到小能几个月不露面,真服了。 很有可能这位凶手,是某宫邪教指使狂热信徒干的, 一来是为了执行苦肉计, 二来是为了教训特朗普在任内没有挑起台海战争, 让教主的投资都打水漂了, 我只说可能是某宫邪教信徒干的, 你们别对号入作格。 川普在装傻吧,美国每天死在枪下的人还少, 美国人哪个莫看过开枪死人的? 上次他还说,怎么对付那些零元购的罪犯? 对他们开枪,从背后。 不过能确定的是,川普已经少了二票,因为支持者被打死了。 如果你是美国右派选民,可以泼脏水,指责是左派所为。 如果你是美国左派选民,可以泼脏水,指责右派和川普自导自演播同情。 如果你不是美国人,只需搬起板凳刻瓜子, 做一个看戏的旁观者就好。 别自作多情,有代入感。 纯粹理性讨论,认为是自编自导的, 其实特朗普哪怕不这样做,拜登还有机会胜出吗? 加上现在离投票日还有大概四个月时间, 特朗普还能做很多事情, 这种遇刺多少有风险,不小心随时毙命, 至于要用自己的生命冒险吗? 单兵杀手在射击前漠被发现,漠被击倒, 能救卫病,安然开枪, 却在开枪后被精准击中并身亡, 便可以肯定他就是情报机关精心安排来刺杀川普的。 他的埋伏位置是早已为他预备好的, 他可能唯一不知道的是他将会被击毙思考的脸。 特朗普说是子弹划破了耳朵, 而特勤局说的是玻璃划破的, 所以这件事可能特朗普并不是自导自演, 警察是在事后发现的,肯定是事实, 所以在慌乱中特朗普并不知道自己的耳朵 其实是被玻璃划破的, 但也不能排除枪手是故意打不中。 这人是如何做到, 能在人群中爬上屋顶, 又刚好仅打到川普耳朵的? 真巧,真巧啊。 川普还在枪击后轻松地挥拳示意, 表达他的强力回应, 他怎么知道没有第二个枪手? 整个事件真像一场戏, 就像他煽动的那场国会山暴乱一样, 川普就是个导演。 这次真的很佩服川普, 以前我对他一直挺嗤之以鼻的, 我认识一个女朋友, 他就很喜欢川普, 当时我还不理解, 就是我头像这位姑娘, 人很可爱。 当时我还觉得川粉都是没思考能力的, 现在我可以说, 对川普的观感已经完全改变了, 希望他最后可以赢。 枪手被击毙, 又将是一桩无头公案。 川爷还是川爷, 真硬。 想起三年半前的那场回我三关的选举, 心底突然有点悲凉。 这次就算川爷能当选, 接下来的四年也不会好过。 天下乌鸦一般黑, 政治玩的就是高级无耻。 如果自问不够无耻, 那就应该远离政治。 川普古稀之年仍无畏至此, 臨危不惧, 为天下之功而不顾身家, 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反观布尔什维克的皇帝, 和布尔什维克的党棍们, 高居庙堂, 粉饰太平, 视国家为党产, 视华人如草芥, 面目可憎, 堪比下节, 商周, 满口, 伟大复兴的党, 实则是中国之大祸。 苏维埃黄俄, 强迫中国人, 跟随暴君一般的党, 去反对贤明, 就像周王逼迫奴隶, 去反对周文王, 周武王一样, 是毫无胜算的。 很明显, 川普这次要是选不上总统, 基本就是宣告死定了, 不会有金主霸在保护川普了, 竞选失败后, 就是进监狱, 然后被自杀。 就是川普的结局, 可是如果挨这么一枪, 也是有风险, 要是杀手万一失手, 自己被打死怎么办? 但只要这场戏成功, 川普面临的各种罪行全部免除, 还不包括自己马上到手, 这个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位置, 换成是你也会愿意玩一下这场生命赌局, 赢了就一步登天, 如果不玩这个游戏, 那自己肯定死定了。 视频中最先反应快的还是川普, 他在第二声被枪击立即用手捂住耳朵, 然后他很聪明地就立即蹲下了, 保镖们几秒后才如梦方形往上一个鸭去。 视频最后, 那名胖的女特勤想把手枪放回枪套, 结果弄了半天也没放进去, 只好又拿了一会儿手枪, 最终还是费尽力气才把枪塞进枪套。 一般枪击后民意会同情, 这样选举占优势, 他肯定能赢, 这总比弄个那么老的老人继续领导美国强吧。 民主国家, 枪支自由, 允许人们自由射击挺好的。 这个叫遇刺更好吧, 川普真是借了下辈子的运气, 躲了这枪爆头, 刚好枪手在他的右前的房屋上, 他又刚好在讲话的时候, 突然频繁地在向右转头, 开枪的那个时刻, 他刚好转了头, 如果说辩论后, 川普可能有个70的胜率, 开完枪基本上百分百宣布胜选了。 不过川普的安保真的该好反思下, 最近的一栋建筑周边, 居然没有安保在盯着。 那个狙击手, 在集会附近的屋顶上, 居然看不出来有个人趴在那拿着步枪。 甚至有民众看到, 那栋屋顶上有人安保, 居然也无事。 从另一个角度的视频里可以看到, 第一声枪响不是来自于袭击者, 而是来自于川普身后的安保人员, 安保人员发现, 远处屋顶, 有人在架枪后射出了第一枪, 枪响后, 川普明显警惕起来, 然后这一枪对袭击者造成了压力, 迫使他立即着射出了瞄准川普的子弹, 结果就是川普的耳朵被击伤, 袭击者被安保团队的反击病。 所以要说, 川普这次幸存谁起到了关键作用, 那必然是川普身后发现袭击者, 并率先射击的那位安保人员, 他既干扰了袭击者, 又让川普和全场安保人员提前警惕起来, 能够对之后的袭击做出反应。 这件事一发生, 全世界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拜登及其团队, 拜登及其团队肯定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大概率不是他动手, 当然, 也不能排除拜登及其团队玩虚实。 试想一下, 一个带有明确目的狙击手, 隐藏了这么久, 开了这么多枪, 都没有击中川普要害, 是单纯的枪法菜吗? 再者, 这件事发生之后, 川普的支持率肯定结攀升, 毕竟面对暗杀, 还能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 肯定会在民众之前拉一波好感度, 同时败一波拜登的好感度。 川普上台的概率变大, 那谁得到的好处最多呢? 答案就是俄罗斯。 川普不止一次说过一天之内, 就能让俄乌的军事冲突结束, 要提高其他北约国家的费用这样的话, 所以川普上台, 先不管会不会断军事和经济援助, 最起码欧洲各国会恐慌, 担心失去美国这个后盾, 那么俄罗斯的机会就来了。 就算川普上台之后搞和谈, 俄罗斯也能争取更多的利益。 个人猜测, 这次暗杀事件和俄罗斯有关。